基隆市议员曾宜芳亲自把白米从车上一包包的搬到桌上 准备分送给各里里长带回去给里内的弱势边缘户 曾宜芳特地结合宜兰九天宫九天道场的师兄师姐们一起做善事 总共捐赠2575斤的白米 分送给包括七毒区大约18个里 以及中正区及安乐区各一个里的弱势边缘户们 曾宜芳也强调将设立爱新食物银行 将这份爱持续延续下去 首先非常感谢宜兰九天宫九天道场 吴定芳大师姐以及宗师宗师姐 还有我们的信善大的共同捐赠基隆百米2500多斤 那此次捐赠百米的活动由宜芳来统筹 那联系我们七毒区的各个里长 还有我们基隆市达摩爱新会来协助 我们来发放中低收入户 还有我们弱势边缘户 那以及其中一个单位 还有我们赌南社区竹梦计划的孩子们 那宜兰九天宫九天道场 在基隆捐赠百米已经有三年之久了 所以宜芳非常感谢我们大师姐 以及宗师秀师姐对基隆的付出 那未来宜芳也会在我们七毒区这边设立 食物银行目前已经在统筹规划中了 那未来希望宜芳能够带着宜芳的这份爱心 把爱延续下去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备受关注 曾宜芳和宜兰九天宫九天道场师兄师姐们的这份爱心 也获得里长们的肯定和感谢 感谢宜兰九天宫捐赠百米给我们实践银礼民关怀 也谢谢郑义芳市议员亲自协同统筹原联系 那小梅会将爱心米一一发送给我们有需要的家庭 也感谢宜兰九天宫这边的故事 让我们中低收到最感温馨 谢谢宜兰九天宫长期以来对社会的付出 甚至有余力可以帮助到基隆的弱势族群 好梦汉也会协助把百米一一分送给独卑里的弱势家庭